那原則上的話 因為我們是公營住宅住宅是市價7折 是新房子的市價7折 那當然不會像這位先生講的三四萬 因為三四萬就真的是文職公營住宅 我們也不會把...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們會以那個市價7折來算 那就目前的案例來講的話 一房就是套房左右的話大概是一萬上下 那三房大概是兩萬上下 這是我們目前的案例是這樣 那當然後續的話我們還會再做個檢討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一千五百戶這邊怎麼算出來 那我們是參考到一下我們戶籍人口的結構狀況 那我們定定的大概六成的是一房型 然後三成是兩房型 然後一成是三房型這樣子的計算模式 然後來做個平均來概算說大概是一千五百戶 所以大家會覺得量體會比較多 但其實是... 其實我們在那個一房型的戶數是比較多的 那以上說明 好謝謝 這個跟台北市的公務市場有些關係啦 好大家是不是同意給播的三分鐘時間 最後的三分鐘可以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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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